今天是8月18星期三 股市經過這一輪的下跌後 8月份指數已經是一個先高後低 暫時由11日高位26822點 跌至17日暫時低位25615點 即是今個月波幅有12807點 但問題是 一個月的高低位不應在五個交易天之內出現 況且現在恆生指數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換句話說有個心理準備 後一個階段可能仍有更加低的指數 比我們見得到 但問題是 市日雖然反覆逐步向下找低位 但有很多板塊都相對比較強 例如中資料的電訊股 你看看中移動 你看看聯通和中電訊 都相對比較硬 還有水泥板塊都不錯 3323就整股在10元 但海螺水泥和1313華潤水泥的表現 都是優於大市 由於華潤水泥現在捱近8元左右 計及3毛4指的股息 差不多已經去到8.34元 早前來講 鄭州出現 即是海南外面出現大雨災 道路又塔坊 樓房又重建 未來基建的啟動 我相信會比較明顯 水泥的需求當然大 所以解釋到 為何一種水泥股 暫時來說表現都是優於大市 第二條 水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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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股